我知道了兄弟们 今天晚上的话应该是小黑工程啊 小黑的数量有很多 小黑的数量并不是很多 但是小黑实际上没有出现的啊 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出现 还有很多穿着铁装备的这个僵尸 拿着稿子和盾牌 他们想拆我的黑钥匙 啊兄弟们 我有一个疑问啊 这小黑会不会直接把我的黑钥匙给我搬走呢 应该不会吧 希望不会希望不会 如果他们可以搬走这个黑钥匙的话 他们是不是也可以搬走鸡眼呢 那我的鸡眼庇护所不就白瞎了吗 啊先不管了 我们先拿起我们的喷子升级吧 虽然说有小黑啊 但是他们也进不来 我们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换魔者 然后他会召唤那个脑鬼 脑鬼的话是可以从这个缝隙里面飞进来的啊 现在的话我们还是不怕 干他们 不行呀兄们 感觉这升级好慢呀 要不然我们用这个机枪吧 机枪是不是应该会快一些呢 机枪的话我们点射 喷子好像也并不逃快 看一下机枪 机枪还行吧 并不是很快 而且这小黑好像不害怕机枪 枪是打不到他的 这就很难发生 确实打不到 我们只要向他发射子弹的话 他就会瞬移走 妈的 如果后期全部都是小黑还怎么打 啊我想想都害怕 算了算了 还是相杀等级 哇他怎么上来的 兄弟们 他顺移进来的吗 完了我的黑钥匙 比我所守不住了 他从哪进来的呀 哎 哦这边有坑吧 兄弟们 僵尸就像同手能挖掉黑钥匙 我真的是哭了呀 而且现在有尸体还捣不住 先把外面的解决一下 现在就不能节省子弹了 赶紧把他们杀掉 又上来一个 哇两块黑钥匙全部都挖掉了 你们是真狠呀 而且这块还在挖 我们还是先拿机枪吧 我如果量了的话 27级等级就没了 不对 现在是28级 哎呦别别别 大哥 绕我 求你了 其实如果将是在外边挖黑钥匙的话 我们是可以打断他们挖掘的 但是从下面的话 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能期望今天我们可以安全的度过 现在这个石头的猎丸没有了 他们应该是挖了一半不挖了 今天一定要平安度过呀 兄弟们 好兄弟们 等级终于到了30级了 现在的话我们就不要用枪了 还是用这个剑吧 节省一些子弹 然后下边的僵尸 现在是还没有挖上来 应该是安全了 我们等待天亮 然后就可以附魔了 啊又上来了 兄弟们 这怎么玩 这边又给我挖了一个坑 能不能别挖了 为什么我一放上去 它就是一个有裂板的状态呢 别上来了 我求求你了 大哥 我一定要拿枪守着这里 千万不要上来 吃苦东西活入血 30级的经验呀 可不能就这样没了 外边还有很多僵尸 不过好在天马上就要亮了 完全挡不住了 兄弟们 他们把侧边的强度骨挖开了 流弹炮给他一炮 还好我是钻石装备 没有把我自己炸死 天亮了 天亮了 完了兄弟们 这个基岩庇护所 不对 黑钥匙护所之后应该是刷金 也也不太安全了 我们基岩庇护所还差很多才能完工 先减一下这个金币吧 看一下能换几块基岩 而且啊 现在我还能听到僵尸 砰砰砰砰砰砰砰 挖这个石头 挖方块的声音 先不管了 我们现在有17万 17万应该可以换六七块基岩吧 我们看一下他从哪里挖的呀 这下边好像并没有什么 这个通道 难道是这边吗 哇这边 这下边的僵尸还不少 不知道他们应该这下边是有一个大一点的矿洞 然后他们感应到我 从下边的矿洞一直在向上挖 啊不管了 先附魔先附魔 我的天哪 我上边的方块哪去了 难不成被小黑偷了吗 而这边还有僵尸搭的痕迹 把这边的空隙给他补一下 我们先来附魔吧 鞋子耐久三 点了 送一个好属性行不行 好 还有个保护三 还有个深海探索者三 嗯 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然后来看一下裤子 裤子的话也是耐久三 这个裤子还可以附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经验 今天晚上还需要刷经验呀 啊 对了 我们先去看一下这个基岩庇护所吧 看一下我们现在可以补多少基岩 啊 我觉得我们下面的黑钥匙庇护所挡不住的话 基岩庇护所也是比较难的 虽然僵尸挖不掉 但是如果有患魔者召唤脑鬼的话 我觉得我们的基岩庇护所也是比较危险的 这个脑鬼呀 还不是普通的脑鬼 他还是拿着TNT的脑鬼 这你能受得了吗 好 这个基岩庇护所的话 我们的屋顶还差四个基岩 打开交易系统 我们来买一下基岩 应该能买个六七颗吧 看一下 六颗可以 七颗不够 那就六颗六颗基岩 然后刚好把我们这个屋顶给它补齐 补齐的话 我们脚底下的方块也需要换基岩 但是我们还需要刷很多很多的金币 先把这两块基岩放下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还差几块基岩 四块 六块 一共是十块基岩 还需要十块基岩 我们这个基岩庇护所就 大概是完工了吧 只要没有脑鬼的话是特别安全的 那好了兄弟们 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大家拜拜